大家好我是阿伯好久不見囉 相信有很多玩家現在正在討論說 到底要入手PS5呢還是PS4呢 還是其實你現在也在觀望其他台主機呢 今天要來討論這個問題喔 PS5到底值不值得購買喔 那影片在開始之前 如果還沒有訂閱阿伯的頻道 記得點擊訂閱喔 那記得開小鈴鐺 有影片的時候你會收到通知 那我們就開始啦 好啦那我們先來看一下PS5的硬體規格吧 那這次的PS5的硬體規格阿 大家可以從畫面的上方很清楚的看到喔 那我們先來看CPU的部分阿 在這次報導中 PS5它是用了AMD的CPU吧 Ryzo D300奈米7 8核心的 那我覺得它這個比起來阿 主要是它時脈數啦 全數大概是PS4的Pro的快兩倍 好像可以到3點多到4點2吧 還蠻強的阿 如果是處理速度的話 再處理一些大作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抉擇 畢竟很多3A大作 其實它在讀取的時間要非常非常的久 那我覺得玩家對等遊戲讀取這件事情 應該是很厭惡的 不過也要看後面出的遊戲品質阿 因為畢竟如果是新世代的3A大作阿 應該也會聽到風扇要起飛的聲音吧 大家應該在玩PS4 寫遊戲應該就有聽過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GPU圖形晶片喔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電腦比較重要的就是三個東西嘛 CPU、GPU跟記憶體 這三個 那這次的GPU也是用AMD他們自己獨家做的 RADEON 對阿伯剛剛看一下資料 對他說資源光線追蹤 那阿伯是覺得資源光線追蹤其實好像蠻強的 可能他給你的效果就是這個物體的光線 非常的取近於真實化的東西吧 然後最高是資源8K的解析度阿 那我覺得8K的解析度 應該是一個吊詐片的境界阿 我覺得大家可以試想一下 阿伯4K的一些影片 我覺得其實各位玩家看那個影片的一些細部的地方 其實我已經覺得處理得很明顯了 那如果到8K的話 我覺得那個人類的眼睛應該 亞伯的眼睛阿 說真的我可能會分不出來 可能就這種色彩更鮮明這樣 雖然說8K是不錯 而且我已經在流口 所以可能可以拿來做其他的 嗯?嗯? 8K的技術阿 在台灣嘛 才正要開始慢慢普及而已啦 因為其實8K電視 我覺得市面上的家庭 現在擁有的可能還不算多 如果你真的要買一台8K電視的話 消費一定是非常高 可能好幾萬啦 雖然我還沒有去實際看過8K的電視售價 好像最近三星有在推一些8K的量子電視 可能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沒有業費喔 沒有業費 絕對不是業費 我當希望才來找我業費 沒有啦 接下來就是AMD的處理鏡片 它是會內建3D音效處理功能 那我覺得3D音效處理功能其實也不錯 所以就是增加你體驗一些遊戲的臨場感 雖然我的耳朵聽不太出來 像電影院裡面不是都會有3D環繞一下嗎 影片開始播前不是有什麼 around什麼東西的 有沒有 那一段我聽得很立體 對其他的我完全聽不出來 耳朵不行 真的不行 他們說會出一個特製的SSD 然後是高速讀取的 那這個讀取的速度非常驚人 在網路上查詢的大部分就是這一篇吧 它是說 我在用漫威的蜘蛛人做demo的時候啊 用PS4 Pro處理的時候 大概花了14秒左右 但是用PS5的開發機喔 還只是在開發階段的喔 只要0.8秒 對就是這個你猶豫的時間喔 真的太快了 超快怎麼會那麼快 我真的想不懂 就是一個非常省時間的概念啦 像其實玩很多遊戲啊 我覺得 各位玩家最害怕的應該就是 應該不是最害怕 最賭爛的吧 最賭爛就是遊戲讀取的時間 以前玩遊戲的讀取時間 絕對花掉很多玩家那些寶貴的時間吧 像阿伯拿沙騰威力好了 以前但是像格鬥遊戲換個角色就讀 尤其是你在玩KOF的時候 那個時間 所以後來才會喜歡玩大型電玩 好啦VTR再拉回來 拉 那接下來就是 遊戲相容性的功能啦 PS4這次宣稱可以對應PS5的遊戲喔 向下相容喔 如果你手邊有PS4的遊戲 就不用急著賣囉 可以留下來 而且加上 剛剛講的速度提升 應該在PS4大作啦 會輕鬆不少 這些我真的覺得不錯 但是在外型上面 其實是阿伯最不喜歡 大家也知道PS4的那個外型 就是一個T型 天型四邊型的概念 但我覺得主機很不好收藏啦 就是可能放到那邊的時候 會多一個斜角出來 然後後面又先一塊 我希望他們就是外觀的設計好一點 然後還有一個消息阿 就是支援PSVR啦 耶 超棒的 像我的PSVR 就可以重見天日了 但是老實說啦 以PSVR的性能來說 我大部分的玩家應該是 處於一個 不是很滿意的狀態吧 並且它的解析度沒有到 單眼1080 那在看某些遊戲的時候 你可能還是會感受到 顆粒的存在 PSVR 它雖然可以戴著眼鏡玩喔 但是其實它跟眼鏡的距離啊 我覺得沒有掌握得很好 其實我的PSVR的鏡片地方 有一點摸到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希望他們在PS5 如果未來要推出VR的時候 希望可以針對這一點做一些改進 雖然說PS的VR 有謠傳說要出 但是不知道 會是何年何月得償所望 希望它快點出 鏡頭一直晃 因為阿伯在拿著 拿著相機很累 腳架找不到 就直接這樣拍 接下來是周邊對應的問題 因為目前只有講到PSVR 手把還沒有講到 那希望它手把其實也是可以做對應 不然老實說 一支手把其實還算滿貴的 供訂價好像是1890還是1790吧 如果只有手把可以沿用的話 我覺得對各位玩家 都是一個不錯的消息 不用再另外買一支 最後這個應該是大家最關心的議題了吧 它的主機售價會定在多少範圍之內呢 目前看報道是說 可能會在499美金上下 那折合台幣的話應該是15000上下 那再加上台灣的話 可能加一加會在16000以上吧 以上後面會再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是以上 那如果是這個價格你會接收嗎 但是我覺得Sony也不是省油的燈 它可能會定在399美金 因為之前的主機可能都是接近這個價位為主 那如果漲太多的話 對玩家來說 口袋沒有那麼深 可能就放棄了 與其這樣倒不如從其他地方賺 所以主機應該會在399 個人猜想啊 反正Sony那麼會賺錢 是不是 而且記得以前在推出主機的時候 也有一些是自己吸收成本的例子 總之 錢給你快點出 這樣就對了 然後前面講那麼多 好像還沒有講到軟體的訊息 接下來就是講一下遊戲的陣容 阿伯目前猜想到軟體啊 應該是第一個就是小島秀夫做的死亡之伴 那小島秀夫 我覺得是以乾隆典影 算是他的經典作吧 記得之前還有更早的 那小島秀夫其實 他這個人還蠻厲害的 他在2015年的時候 大家也知道 KONAMI嘛 應該是把他fire掉了 畢竟他做遊戲花了太多的錢 他做遊戲會比較像在做電影一樣 我覺得他成立新公司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想好要製作新的遊戲了 在2016年6月的時候 小島秀夫公布了一個 正在製作中的遊戲影片 叫死亡之伴 到目前為止 其實應該算籌劃很久了 然後算到今年的話 應該製作了三四年了吧 我記得在3月中的巴哈 摩特有發布一個文章 他有講說小島秀夫 目前遊戲製作進度在怎麼樣 到什麼程度 那他自己說他在做一些調整 因為畢竟他希望的調整是符合他的身份 而不是以玩家的角度來做 他就是很堅持一個作品 大家也可以期待這款作品 像我也是蠻期待的 他有找一些電影演員來合作 而且這個電影演員 我相信大家一看就知道是誰 分音是路出現的 對 沒錯 大家可以邊看這個遊戲影片來看一下 雖然說在巴哈姆特上 他標示為PS4的遊戲 可是我會覺得可能是雙平台播出 因為這樣來講 對Sony是比較好一點 然後第二個遊戲啊 就是從2015年的一三展到現在 消息非常少的Final Fantasy 7的 Rimax重製版 這個遊戲的製作人 他本身也是擔當 王國之星3的製作人 他是主要關鍵的 算開發成員之一 野村哲也 現在的話 他王國之星大概已經老發送了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應該在全力製作 Final Fantasy 7吧 阿伯也蠻期待的 那如今可以玩到全新的重製版本 應該是主線有保佑吧 希望玩得到 那Final Fantasy 7的重製版 剛剛有講過 2015年一三發表到現在 幾乎都沒有消息 就只有2018年一三之後 才透露說現在正在製作中 然後希望野村好好做 王國之星3做完 就好好做這款版 然後接下來軟體阿 其實阿伯其實也沒有什麼頭緒 不過我覺得會是一些經典IP的遊戲 重新製作發行 阿伯是覺得說可以出類似 可能會有跑車浪漫女新的吧 我在猜啦 因為主機性能那麼強大 一定要用正車秀一波 才夠屌 然後或者是 出個類似像頭文字D類型的遊戲吧 有一個字阿伯不會念 那個叫什麼 就是一個3 然後旁邊一個卡 這系列的 其實他在大型電玩還算蠻常出的 然後這類型如果有出的話 我覺得也算不錯 因為畢竟賽道制的玩法 可能有些人不一定會喜歡 有些人比較喜歡 像那種萬愛散車之類的 以上是阿伯亂猜的遊戲軟體 大概就是這樣吧 把經典IP的遊戲拿出來 然後再做一個新的看看 可能這樣會比較有搞頭 畢竟大家最近都在炒冷飯 好啦前面講那麼多一堆 阿伯歸納一下幾個建議 那如果說你現在 有打算考慮入手PS4的玩家 或是再等PS5的玩家 然後大概先講以下四點 第一點是早買早享受 玩買想折扣 先從沒有主機的玩家來談起吧 如果你現在沒有PS4阿 那正在遊戲軟體要不要買阿 阿伯會建議你買吧 反正就是到時候PS5一出阿 PS4的價格一定非常便宜阿 然後主機通常在 世代交替的情況下 都會出一些優惠的方案 我想最近大家在資訊展裡面 應該碰到不少是這樣的情況吧 像什麼 呃 PS4加主機加手把阿 加遊戲片阿 多少多少錢阿 然後不一樣阿 掉到一個不行阿 覺得找買的都已經在酷了 阿沒有啦 搞不好明年過年的時候阿 我自己覺得阿 PS4的 Pro的價錢 掉到一萬塊以下也不一定 以前他們最常用的 策略通常是會有新主機的時候 然後原本的主機就會掉到這個價錢 可能甚至比一萬還低 然後畢竟要把上一代的機器阿 初期阿 我覺得是要一段時間 那我想大家應該有感受到 最近PS4的 價錢慢慢的往下掉了 這是事實阿 這也沒辦法 畢竟庫存多嘛 然後接下來第二點阿 就如剛剛前面所說的阿 遊戲的數量阿 在首發的遊戲一定會不夠阿 因為PS5 現在剛好可以對應PS4的遊戲阿 你也可以減少一些 轉換主機遊戲缺少的坑阿 那如果你現在買PS4的遊戲 未來一樣也可以用 那為什麼不現在買 然後第三點阿 就是PS4的遊戲其實掉價很快阿 尤其是新主機交替的這個世代阿 Sony不可能公布了PS5的遊戲之後 就放棄PS4市場 所以一定會出相對應的特惠活動阿 就是剛剛講的電玩展 或是有在阿伯的直播聽到的玩家 應該都會滿認同的吧 然後甚至有些遊戲阿 可能一兩個月或一季阿 那價錢就會掉了好幾百塊 更別說早期之前的遊戲阿 如果你有一些遊戲是想在PS4上玩 就是那種獨佔的話 我覺得應該入手是一個奇蹟阿 就是等到時候出來的時候 你在入手之前阿 阿伯會建議你用PS4去看一下 遊戲的特價狀況 因為PS4的特價那個會特價到更低 會讓你搶到手軟 可能就玩不玩 你就光玩PS4就可以玩好幾年了 然後第四點阿 PS5剛剛除了如前面所說的阿 數量非常稀少阿 而且可能光等新遊戲發售的 那個時間點會耗掉很多時間 畢竟3A大作開發人 人家是說都要兩年到三年嘛 那幹嘛買一台新的主機長會成 然後可能有一些無良店價為烘台價錢 像什麼水貨之類也是 可能一台買你兩萬多 除非你手中真的有多餘的領用錢阿 阿伯是不太建議你現在就先存錢買PS5了 就算你現在你是有PS4的玩家 我也覺得你先多觀望一下 以上就是阿伯不負責任的分析啦 其實阿當你買一個遊戲主機阿 我覺得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功課要做 就是選你想要玩的遊戲 再買主機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這樣才會五超所值 至於怎麼選遊戲的部分阿 阿伯會另外做一個影片來說明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希望各位觀眾會喜歡 如果喜歡阿伯的頻道 記得幫阿伯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記得開小頻道 為了阿伯有影片上架的時候 你馬上收到通知喔 我是大頭阿伯 我們下次見 バイバイ ừ've